18章就是流体动力学 Fruit Dynamics 首先我们介绍理想的流体 跟流体力学里面 动力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连续性方程 我们想 现在介绍一种流体 它是有规则的流体 不是随便乱流的 它是叫做理想流体 什么叫理想流体呢 那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说 这种流体有不可压缩性 不可以压缩 所以它的密度保持一定 还有就是在流动的时候 它分子跟分子之间的摩擦 或者粘质力 这些我们都忽略而不济 那么这个叫理想流体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理想流体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等一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流体 流过去的路径里面 我们流体里面随便找一个基数 就是找一个体积的基数 它流过去的这个 流过的这个路径呢 我们画出来 这个路径叫做流线 叫line of flow 一般流体激素 在行进中 一般的流体 这不是这个理想流体 那这个体积激素 在流动的时候 它的速度 大小跟方向 都可能会有改变 都会有改变 这是一般的流体 假如说流体经过某一点的激素 都有相同的速度 就速度的大小跟方向都不改变 只要经过同一个点 不管哪一个激素经过同一个点 那它的速度呢 都是一样 这种流体 我们就称它是稳定状态 steady state steady state 那么就是 当然这种流体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理想流体了 比如说这个 就是 我们把这一个当作是流体的激素 一般的流体呢 就是说 它 流过这个地方的激素 等一下 一下是这个方向 等到这个流过 另外一个过来 可能方向就变了 所以它这条线呢 并不是一条固定的一条线 不是固定的 但是理想流体呢 我们现在讲 在这个理想流体里面 到了这个稳定状态 就是 凡是经过这些点的流体的激素 它的速度都保持一定 就是说经过这一点 速度都是这么大 不管哪一个流体的激素 经过这一点 速度都是这么大 那么这个 这个就 线 这条线 我们就称它叫做流线 流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流体到了稳定状态 这是流线 我们看到这个 Streamline 一个流体到达稳定状态 到达流线的这个 这个情况的时候啊 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它一开始是乱流 温流 然后呢 就慢慢慢慢的 它就处于稳定状态 于是啊 经过这一点的速度 都是V1 不管哪一个 激素 经过这一点都是V2 经过这一点都是V3 是这样子的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流线 它的特点就是说 你怎么画出来呢 就是这个线 这一点 就是流体的基础 在这一点 一定是跟这条 它的方向是这条线的切线 流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是这条线 在这个地方的切线 所以这都是切线的方向 OK 所以在稳定流体中 可以汇出一组曲线 线上任意一点的切线方向 与该处流体基数的流动方向相同 这一组形态的线 我们称它叫做流线 这个时候流体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流线型流体 Streamline flow 又称为lamina flow lamina flow就是层流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 可以分成一层一层的 层流 好 我们这个要记住 经过某一定点的流体基数 都有相同的速度 到这里都是V1 到这里都是V2 还有两条流线 任意两条流线 不会相交 这个很重要 不可能相交 因为相交的时候 这交点的地方 就可能有两个切线 对不对 那就说 这个止点 这个流体的基数 流到这一点的时候 它可以是有两个方向 那就不对了 它流动的时候 只有一个方向 这是沉流 然后这个 再过来 慢慢的 有的它就会变成 这个 变成乱流 在沉流跟乱流的当中 它有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过渡期 你看 这个本来都是 好像是平行的样子 对不对 到这里就乱掉了 到这里就简直是 在打转 好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沉流 跟主力有关 像这么一个平板 往前面推的时候 这个空气 或者空气或者水流 流到这个地方 它受这个主力很大 于是这个外面 后面就是一股乱流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物体 比这个好一点 比这个好一点 它在这个地方 不会像那个变动的那么大 不过后面还是有着乱流 那也就是说 它是50% 这机会是这个乱流 如果后面做尖一点的话 让这个空气或者水流 能够比较顺一点下来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小一点 然后到这个情况呢 那就是更好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 所以这个稳流 跟这个物体的形状 就是物体在流体里面 就流体经过物体的时候 这个物体的形状呢 会影响到它周围的 这个流体的情形 好 现在我们看 如果在这个 streamline里面呢 我们画出这么一个轮廓 这一条一条都是 都是streamline 其实没有一个容器是这样 就是我们画出这么一个轮廓 这一边 那么这个轮廓就好像一个管子一样 这边的面积是A1 这边的面积呢是A2 A2 那么这个管子 我们就称它叫做tube of flow 叫做流管 流管 好 根据流线的这个定义 就两条流线不可能相交 因此啊 它这个里头的流体 从这里流进去的流体啊 不可能从这个地方出来 一定全部从这个地方 A2出去 因为你如果能够从这里出来 这里就可以画一条线啊 那么这条流线不是跟这些线相交了吗 对不对 所以因为它不可能两条流线相交 所以从这边流进去的流体 一定全部从这个A2这个面流出来 流出来 流出来 好 那么我们 我们再由这个 理想流体 它是不可压缩的 不可压缩 所以这个地方的密度 跟这个地方的密度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进去的 DT秒 从这里进去多少 比如说DT秒 从这里进去多少个质量 那从这边出来也一定是多少质量 因为它这个始终保持 这个始终保持一定嘛 你不可能进去质量多 然后出来的少 那都存在里头 那不可能 那所以它流进去的多少 流出来的就多少 所以我们就有DM1 从这里流进去的 从这里流进去的 要等于DM2 从这边流出来的 那DM1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密度 乘上体积 这是体积 体积呢 就等于面接面积 乘上它流过的这个 长度 长度就是V1乘DT 经过这个地方的呢 也就是密度 乘上A2 乘上V2乘DT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两边都有RowDT 都有RowDT 我们把RowDT约掉 我们就得一个很重要的十字 在流体动力学里面 这个A1V1等于A2V2 就是说这个面上的面 就是任何 我们可以说 任何一个面上的面积 乘上这个流体 在这个面上的速度 要等于另外一个界面 的面积 乘上流体 经过这里的速度 或者我们把这个式子 可以减写成A乘V等于定值 A乘V等于定值 OK 那么AV呢 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单位时间 流过界面的一体的体积 你看 你看 这个是体积 A1V1DT是体积 那是 它被DT来除呢 那就是A1V1 所以是单位时间 流过界面积的一体体积 这个我们也称它叫做流量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就称它叫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我们就称它叫做连续方程 连续方程 OK 好 要记得 这就是连续方程了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另外一个图 现在是这个图 流线型流体 遇到障碍的时候 如果障碍物的表面非常光滑 平滑 不会使流体在局部表面 产生速率的骤变 这个时候 它就会在 它的前面 比如说像这个 它都很平滑 那么它会在前面跟后面 产生一个 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什么 这个点的流体 这里还是有流体 不是没有流体 静止的 这个叫做直流点 stagnation point 直流点 就是说这个流体都在流动 只有前面跟后面有一个区域 它流体 速度等于零 像这个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个速度的一个骤变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平滑的 它当然也有 不过它产生的后面产生的比较大 看到没有 比较大 像这个样子的呢 也是有 那这个地方 比较小 这个地方就比较大 像这个障碍物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流线机构 它就变成这种形状 如果障碍物不平滑 流体流过的时候啊 会引起表面速度的 突然的改变 而形成不规则的情况 这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流过以后啊 这个流线变成一个漩涡状 这个叫温流 Turbulent Flow 好 现在我们要看流体力学里面一个非常 流体动力学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 Equation 我们称它叫做Bernoulli's Equation Bernoulli方程 我们首先看 这个是一个流管 刚刚我们介绍过流管 它不是一个管子 它这个周围的轮廓 都是流线所构成的 这个流管 这个流管有流体流过去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流体呢 这个界面是A1 这里 这边还有流体啊 这个流体给它的pressure就是P1 那么这一块 还有它的速度 是V1 V1 经过T秒中 DT秒 它就流过一个距离啊 叫做V1 DT 那么它所在的地方 就是从这个支星 到这里的距 高度 我们称它叫做Y1 这个体积呢 就是Delta V 就是这个体积Delta V 等等我们会看到 有Delta V出现 那么这是 从这个管子出去的 这个 这个基数 它的面积 这面积A2 那这边还有流体啊 这个流体给它的pressure是P2 就是它在这边的这个速度 这一端的速度 V2乘DT 就是这一块小基数的长度 它的位置呢 也是它的直行的位置 是Y2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 这块流体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 从这里流进去的质量 单位时间的质量 要等于这边流出来的质量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块的DT秒呢 这一块的质量 要等于这一块的质量 质量是一样 但是你看它有什么地方改变呢 高度改变了 速度改变了 压力改变了 那这个高度速度跟压力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好 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 功能定律来看 功能定律 我们看这个流体 本来是这一块 A 这一块 这一块 或者流过去以后啊 就变成这一块 变成这一块 因此这一块呢 是重叠的 重叠的 就是说 原来是这一块流体 后来变成 这一 这一块流体 那么它有变化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 从这个地方 这一块 变成这一块的时候 一定有这个外力 在做功嘛 要不然它不会 不会上去嘛 这一块不会上去嘛 所以 好 这个非保守力 做的功 要等于这一块 就是整个这个体积 体积 它的动能差 就是说 是后来的 这一块的动能 尖叫起初这一块的动能 叫动能差 然后位能也是一样 这一块的potential energy 减到这个potential energy 就是这两块的位能差 功能定律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因为DM1等DM2 DM1等DM2 你看 它 这个差呢 是 这个地方的动能 跟这个地方的动能的差 但是因为它 有重叠的一部分 重叠的时候 起初有 后来也有啊 所以它的差 这一块就不算了 因此它的差 就变成什么 就是这一块的动能 剪掉这一块的动能 后来的动能 剪到这一块的动能 后来的位能 剪到这一块的位能 当中重叠的部分 就 都剪掉 扣掉了 好 那么我们先看看 这个质量相等哦 质量等于什么 这块的DM1 是等于密度 乘上A1 这就是它的A1 乘上V1DT A1乘V1DT 是体积 体积乘密度 就等于质量 这个也是一样啊 密度 乘上 界面积乘长度 那就等于RodV 整个我们现在 这两个相等 两个相等 我们把Rod提 Rod提出来 都有Rod嘛 那么A1 V1DT 就是体积啊 A2 V2 DT 也是体积啊 这两个体积是一样大 因为密度一样嘛 所以体积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干脆 就用DV来带 DV就代表 这个量 也代表这个量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 动能的差 就是这一块动能 跟这一块动能的差 这块动能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 DM2 然后V2平方 这一块呢 是二分之一 DM1 V1平方 那现在我们把 DM1 DM2 带进去 把这个东西 带进去 然后呢 把 这一项跟这一项 都当作是 DV的话 就可以写成 这样子的 动能差 就等于这个 好 然后我们再看 未能差 这里 这里 是先看这个 先看 非保守力 做的功 他 这块受却什么力呢 有重力 有重力 重力属于保守力 那另外呢 管壁跟他有摩擦力 或者粘滞力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不算 忽略不计 所以他只有什么 这里的pressure 挤压他的力 所以他的 非保守力 就是这边的力 这边的压力 乘上面积 减掉 这边的压力 乘上面积 那我们还是一样 把这个等于DV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然后再看 potential energy change 这一块的potential energy 是DM2 GY2 这一块是DM1 GY1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 DM1 DM2 等于RowDV带进去 然后可以把G RowDV G翻到里面 DV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三个量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式子 你看 这个 是P1-P2 称DV 因为大家都有DV DV就消掉了 DV就消掉了 OK 大家都有DV 有DV 有DV消掉 就是 P1-P2 等于DeltaK DeltaEK 这个消掉就变成这样 这个消掉就变成这样子了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下标是1的 把它挪到左边 下标是2的 就挪到右边 于是我们可以变成 这个式子变成这样子了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 Bernodius Equation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第一点 随便你找哪一点 算第一点 第一点的压力 加上 这个叫做单位体积的动能 因为动能是2分之1 MV平方 那MV体积来除就是Row 单位体积的动能 这个是单位体积的位能 就是任意一点 压力 跟单位体积的动能 跟单位体积的位能之和 任意一点之和 要相等 那也就是 这个要等于常数了 所以这个式子和这个式子 我们都称它叫做Bernodius Equat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它的意思就是说 Bernodius Equation 在稳定的流体中 任意位置 在任意位置 流体的压力 跟动能密度 单位体积的动能 就是动能密度 跟这个位能密度 三者之和 是一个定值 这一个定值 那这就是Bernodius Equation 这非常非常的 出名的一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这是要利用Bernodius Equation 它说有一个水管 从户外通到这个 一个住宅里面 它直径原本是两个Centimeter 水压是四乘十的五次半个Pasca 是Par 我们也就简单的叫做 叫做Par 进水的速率 就是说 这块从门口到屋子里 门口就是进水了 屋子里水龙头打开 就是出水量了 进水的速度呢 是每秒四公尺 然后用一段直径为一公分的水管 外面是直径两公分 到里面就变成一公分 变小了 然后这个小管子 通到五公尺高的楼上的浴室 就是说这管子从外面接进来 本来是两公分宽的 直径两公分 现在垂直的有一根管子 它只有一公分宽 一公分的直径 那这个高度五公分 问浴室内水管的流速 水流的速率 就是流速了 跟水压是多少 OK 你看 进去的水压是这个 进去的水流速是这个 这是在两公分直径的管子里面 到一公分的直径管子里面出来 那么它高度在五公尺 我们假设这个高度是零 它就比它高个五公尺 它直径变小了 问它的出水量是多少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已知的条件 统统列出来 这是进水的时候 水管的直径 这是进水的地方 水压是这么大 它进水的速度是每秒四公尺 它的高度是歪零 然后到里面的水管呢 它的低度变成一公分 就是1.0乘10的幅二次方 米特 它的高度是这么大 这两个量它不知道 现在要求 好 我们要求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V1 知道低温就知道A1 这个A2也知道 这个A2也知道 那求V2我们就用什么 连续方程 对不对 A1乘V1 等于A2乘V2 好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得V2 等于A1 V1被A2来除 那你就把这些质量带进去 A1 A1 这是界面积 它就等于πR平方 R呢 就是等于二分之低了 这是低了 二分之低 二分之低平方就是四分之低平方了 所以就是四π这个 然后A2也有了 A2 从这个来算 然后这个V1就是四公尺 原来在浴室里面的水流啊 流出来的量是 每秒有十六公尺 好 现在我们看 水压是多少 进水的时候是 四乘十五次方π 出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 因为要用到水压 要用到π啊 我们就用Bernoulli's Equation 好 我们要求的是P2 对不对 我们把其他量都搬过来 P2等于P1 减掉 Rho V2-V1 减掉Rho G Y2-Y1 V2 V1 有了 V2算出来了 V1也有了 还有呢 Y2 Y1 Y2 Y1 这都有了 那我们把它这个 带进去啊 带进去啊 就等于这个 2.3乘十的五次方个π 我们知道 1.013乘十的五次方 叫做一个π 一个pa 那么我妈妈糊糊就算是 十的五次方就等于一个π 那这个就是2.3个π 那一个π就是一个大气压力 1.0不是 1.03 10的五次方 一个10的五次方π 就是一个大气压力 所以这个就是2.3个大气压 好 我们再看 Bernot's equation 它其他的应用 其他的应用 第一个就是说 流体净力学中的Pasca定律 它其实是 Bernot's equation的一个特例 一个特例 就是说 Pasca定律 可以从Bernot's equation里面 导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导出来看看 假的这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呢 就接了什么 容器里面呢 它就有这个 水 装了水 在里面 这流体是静止的 那我们就取两点 一点是在水面上 这个水面是开口的 它上面直接就接到空气 所以它的pressure P1就是PA Atmospheric Pressure 大气压力 P2 它深度是Y2 水面的深 跟底的高度是Y1 那这个高度差呢 就是H 好 现在我们又看了 因为这个 本努力方程呢 要注意就是 它只能用在什么场合呢 就是流线 稳态的流体 稳态 稳态流体我们以前说过 就是你这个流体经过任何一个定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保持一个定值 那这个速度始终都保持0 那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流体的special case 它的一个特例 速度等于0 所以可以用这个 Bernotis Equation 那我们就第一点 压力加上动能密度 加位能密度 等于第二点的压力 加上动能密度 加上位能密度 那现在我们知道 V1也是0 V2也是0 因为都不动 都不动 所以这两个都是0 都是0 这个压力是PA P2的压力呢 我们就 令它叫做P 就是我们要求的 Y1是这个 Y2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 P等于什么呢 等于PA 加上这个 那Y1-Y2 叫H 所以它就是PA 加上Rho GH 这就是 你看这不就是 P等于PA 加Rho GH 这不就是Pasca's Pasca's Law吗 对不对 所以Pasca's Law 它是Bernotis Equation 里头的一个 Bernotis Equation 里头的一个特例 OK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 另外一个 流体力学的应用 有一种 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容器 里头装了某一种的议题 某一种议题 我们现在 在这个底边 抓一个小孔 很小 我这个画是画得这么大 其实这个 小孔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呢 水就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水从这个地方流出来 OK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P了 应该就是P的 这是Presure 代表这个地方的Presure 好 那么我们说 这个时候啊 它流出来了 我们假定流出来的 都成流线型 就是说它都是一种 稳态的一个 一个流体的形状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Bernoulli's Equation 用Bernoulli's Equation 它的基本条件 就是说 你这个流体 必须在稳态 所以我们确定 它是稳态 然后再用这个式子 现在我们把P1 等于P 这个是P了 Y2 Y1减Y2 Y2就是这个了 就是高度就是H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 可以把V2算出来 V2算出来 OK 好 它就等于 等于这个字 这个重组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是 这是V2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因为我们假设 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面积 这个比它要大得很多很多 所以它水下降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速度很慢 可是到这里的出口速度就很大 可见到它是什么呢 V2远大于V1 V2远大于V1 那么从连续性方程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V1等于A2 over A1乘V 那A1远大于A2 所以这个值 这是一个分数 这是一个分数 很小的分数 所以说V1呢 这个速度远比这个速度来得小 如果V1比V2小很多很多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量就可以不算了 因为很大的量 很小的量跟很大的量在一起 那就可以忽略不计 对不对 然后还有 另外一种状况 如果这个容器没有盖子 这个P就是PA P1是PA P2也是PA 那么这个不就是0了吗 对不对 那么V1又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项又趋于0 于是我们就得V2等于根号2GH 那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流体 它的速度是2GH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speed of efflux 叫做外排速度 外排速度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这个外排速度 这个速度等于什么呢 这个速度其实就是 这个水分子 当它做自由落体 下降一个Y公尺高的时候 速度正好是这么大 速度正好这么大 有这种巧合在里面 那么其实 这个式子不见得要你这个 孔要开在底下 你开在旁边也是一样 只要这个孔 如果跟水面的距离是H的话呢 这个式子都可以成立 因此这个式子 它就变成一个定理 叫做Torrecellus Theorem 托里切利定律 定理 这就是托里切利 你看我们这里 这个大水桶 这个大水桶 有水 然后我们开了 好多个孔 好多个孔 那好多孔里头 排出来的速度 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 都满足这个关系 当然这个高度 跟这个H 跟这个不一样了 OK 所以它不限于 这个桶底的一个洞 桶边的洞也算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 假如 这个密闭容器 这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开口 假如它不是开口 是密闭的 而这里头的pressure很大 pressure 这个是P了 不是Row pressure很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带到 刚刚那个式子里面去 刚刚我们是说 V1等于0 然后P是等于PA 所以这个也等于0 所以V2等于根号2GH 好 那现在不是 现在是P远大于PA 那这个时候 这个量啊 就比这个量大得多了 比这个量大得多了 就是说这个比它小很多 这个也很小 可以忽略 因此就是V2平方 要等于这个值 于是V2就等于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式子很重要的 就是说 当里头有压力的时候 它会从这个地方 喷出 这个液体出来 这个我们 用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不是看过那种 玩具火箭吗 我们拿那个 汽水的宝特瓶呢 可乐的宝特瓶 里头充满了空气 然后呢 把水 加进去 然后让这个水 这个空气的压力变大 然后把这个塞子 打开的时候啊 它就喷出来 然后这火箭就跑出去了 这个力啊 V2 你看这个 等于火箭 火箭它没有燃料 就是这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是它的什么 这火箭仅仅是靠它的推力 thrust 来推 OK 推速度 那也就是说我们 在质量会改变的系统里面 thrust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的thrust呢 相对速度就是V2啊 DM over D2 那就从这里出来 单位时间出来的质量啊 因为它这里喷出来的质量 质量是什么 密度 乘上V2 乘上界面积 这应该是A2了 不过我们就是 只有这里开口 就写这个A 然后DT DT约掉就变成这个 所以它的thrust 就等于这个 这火箭 玩具火箭就是用这个 火箭原理就是